2018年10月29日 密呼呼中弟子陷入昏睡 观平菩萨吩咐弟子拿好通信器 今天有公文要拿给地府的高级官员 阎王 弟子领了卷轴 魂体被一阵金光带去地府的办公处 阎王坐在暗堂上 弟子向阎王讲明来意 把卷轴交给阎王 阎王打开看后 示意我站在一旁 不久 阎王看完公文 告诉我 天上有圣旨下来 以把一些地府的事情转告阳间 天地之间因为法门的不同 在天与地之间各有相应的道场显化 在人间救度众生 其中的门路非道横高深者无从得知 修心灵法门的修道者 本官可以告诉你们 一旦犯戒律或违远欺骗佛菩萨 不遵世道 又犯恶口 一律由法门大护法 官地菩萨下旨 叫做下护法神 惩戒尤其是弟子 再是向佛菩萨行大忏悔者看事情大小酌情处理 如果恶果雷雷者 天上会书写公文交道地府 地府负责之法 你们法门菩萨 为了避免佛子们不懂地狱果报而犯下种种恶罪 才领你魂体多次下地狱观看 告知阳世众人 接下来告诉你 小房子经文的能量 在地府如何能超度 及净化灵体恶业 小房子是由你们佛教的四种经文能量组合而成 在世阳人是因为犯了种种恶业 才形成黑气负于灵体 就是师父每次看图腾讲的黑气业障 根据自身所造恶业 灵体大致分成几种 灰白色 灰黑色 深黑色 深黑色是极重恶业者的灵体 多数下地狱 上次由地府阎王向我讲解了灵体的重量 这时阎王给我看荧幕 一个灵体领了 再是亲人念诵的小房子 小房子经菩萨加持 闪闪发光 灵体原本是灰黑色 小房子的四种经文能量化成金光 进入灵体内 灵体的黑气变浅 这个灵体在世没犯什么恶业 所以所需经文能量并不需要太多章 有些灵体在世没有行善道 此后会堕落恶鬼道 这时如果在世亲人学习心灵法门念小房子超度 他们会拿小房子去换成地府的明超 让自己在地府生活环境变好 不愿意去投胎或者投胎机缘 味道的灵体会住在地府 地府和人间环境一模一样 一个在阴 一个在阳 本王顺带说一说 你们在世修道者 口念经文吃荤 经文的能量会减弱 四种经文组合而成的能量 是极弱的金光 吃荤杀生活杀生命 海口念经文 可以告诉你 是一点能量都没有 一些修道者境界不高 断不了婚 要大量念诵 往生咒 超度身上的动物灵 有沙业者除了断沙如素 就算把自己身上的动物灵超度离开 自身所造沙业会形成黑气 附在你们的灵体上 需要在世多行佛道 多做功德 来补偿所造沙业 到此 阎王按了一下通信器 我拿了通信器 在金光护送下回阳市了 卢台长开始解答来信疑惑 265 2018年11月17日 2,170年11月17日 在凌晨上